金融方面的管制都比较松散 因此我坦率地说 两党都有责任 都有责任 第二 当然 比较大的责任就是 不要用这么一个金融危机 来用在政治的竞选上面来讲一些 这个指责的话 应该要抓问题 要好好的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出现了这样的金融上的问题以后 美国政府 那么对金融机构进行接管 对市场进行救助 斥资去帮助一些金融公司 那么金融公司有的也宣布破产保护 有的也被另外的金融企业兼并 那这些 发生的这些事情 对于美国的民众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先把这个 大的八项公司 就是国际 美国国际集团 这个问题先摆在一边 它当然是很大的公司 它在美国 美洲 还有在亚洲 都有分支机构 我们先把这个撇在一边 我们现在美国 有这么多的银行 银行有很多老百姓的储蓄 在美国的这个金融系统里面 我们就是这个 很多这个金融公司呢 跟银行 它是也有保险的 像已经倒闭的 贝尔斯坦这种 这个投资公司 已经垮了 很好的 他们呢 并没有在很多银行 拥有这个资金 那么在很多银行里面 有退休金 有很多这个 保附金的这个储存在里面 还有美国老百姓的 这个储蓄在里面 如果这些银行 面临危机的话 当然对老百姓有影响 但是现在这个两个公司 就是我们提到的 雷曼跟美林公司 那么当时虽然大 但是呢 还是在一个 可以控制的情况 我们也注意到 刚才我们报道 前面新闻也有 就是金融机构 出现的这些问题以后 造成了美国的股市 这样的一个下跌 这么一种状况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在讲这个 经济一体化 全球化 美国现在所面临的 这个金融危机 股市所面临的这种问题 对中国的股市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一点来看 我们现在看一看 到底这个 我们一个最老的 一个投资银行 这个Morgan Stanley 它是不是面临困难 你也知道 中国的这个投资银行 跟公司 他们拥有Morgan Stanley的 这个总额资金 是占10% 如果Morgan Stanley 有了这个困难的话 那么就会对中国呢 对这个投资银行 造成很大的损失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中国的这个财政金融公司 他们在美国呢 也有拥有某些股份 但是额度不是很大 可是日本 日本的一些金融的机构呢 跟投资公司 跟投资者 在美国的这个金融市场 有很大的投资 所以日本 将来如果美国发生危机 日本的损失比中国还大 那么中国呢 这个我们把雷曼公司 还有Bellstern 还有这个房地美 跟房地美这些问题 对中国的冲击不如日本大 那么刚才您谈到 可能对日本的冲击比较大 那么我们注意到 日本和中国啊 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政府债券的 最大的两个持有国 那么日本可能是第一 中国排名第二 就是说这两个国家 都有美国政府的债券 都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债权人 那么现在美国出现 这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是不是应该对 外国拥有美国政府 这么多的债权应该引起担心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又不太同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它设计的方面不一样 当然的这个所谓 在这方面的投资 是在国际的金融市场里面 对经济影响很大的 您讲的是很更多的 中国跟日本 都是美国证券市场的这个 债券很大的持有者 还有呢 在中东的一些石油出口的 这些国家 他们的银行呢 也在美国投资 而且购买了大量的美国的 证券公债 还有呢 房地产跟这个股市的股票 因此 如果这些公司 他们经由政治的考虑 或者是外交方面的这个考虑 他们影响到 美国的一些公司的这个 作业的程序 那么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我们在美国 政府也非常注意观察这个问题 这些大型的这个股权公司 那么尤其是 是被外国的股权 这个公司拥有的 对非得要非常小心 好 这是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林森 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 是美国的金融危机 以及两党总统候选人的 经济政策 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来宾提出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观点 下面是参加节目讨论的 具体方法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播10810 或者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在接听电话之前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以外 您可以登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网站 利用现场视频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那么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好 我们现在线上有很多听众和观众 开始接电话 北京的唐先生 北京唐先生你好 您好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这种金融危机 主要是因为美国它就是穷兵独武 银吃卯粮 你看它每年这个军费高达 正常军费就五六千亿美元 还不算这个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额外的费用 这样的话长期下去的话 就是说我相信美国的财政都是没有办法负担的 包括这个贸易美国的这个贸易赤字 每年也都是天文数字吧 以前呢它就是依靠这些虚拟经济 一些泡沫来支撑这些东西 把世界各地的就是资金吸引到美国去 来维持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来补这个洞吧 但是这个不可能长期这个维持下去的 总有一天这个泡沫要破灭的 现在就是可能只是一个过程吧 以前一些那个反华分子还有卖汉奸 一直在说中国即将崩溃 但是我看现在美国